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先听一首田富珍所演唱的《身体都知道》 等等马上回来聊 假日午后新享受 汪永和和你一起用心过生活 哈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Pub Radio 与我汪永和一起用心过生活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用心人物呢 他可以说是一位网红 因为他在YouTube上的教学影片 超过了一千八百万的观看人次 那不过他这个讲的是我们的脊椎 应该如何自己救 那么这是郑云龙 哈喽 郑老师你好 嘿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郑老师最近又出了一本书叫做 好姿势就自己 这个脊是脊椎的脊 所以你其实非常注重这个脊椎应该怎么样的保健 可是其实你自己年轻的时候脊椎也受伤 是 我会从事脊椎保健的教育工作的原因 是我在19岁那年因为从三楼摔到一楼 那时候在学校好像要打扫 然后反正就是意不高人胆大 摔下来之后其实是真的差点瘫痪的 对 因为那时候医生是会去刮我的脚趾头 然后早上巡房看我的脚趾头能不能动 他说如果没有反应的话 就是瘫痪的色也救不了我 那时候我才19岁 所以我后来躺在床上躺了一两个月 然后接着打石膏 接着石膏拿掉就穿铁衣 开始了很长时间的自助治疗的过程 所以我为什么要从事教育的这个工作 很简单 因为我发现到我过去曾经是个整体师 那我在做治疗完之后 我发现这个人其实在依赖我 他没有更好 他的晚年只会更惨 可是他没有觉察到这件事情 他希望他症状不见 可是他症状事实上我很清楚 他会反复发作 因为他可能一个礼拜去请你帮他做一次 可是他其他的时间 都还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在过日子 对不对 因为他都希望用相同的自己 然后期待不同的未来 就我未来希望不酸痛 可是他的生活模式明明就酸痛 那么尤其脊椎保健这件事情很有趣 他其实是完全是必须跟生活形态对应的 对如果你的生命都在创造症状 你只会更糟糕不会更好 对 所以哪些生活形态会创造症状 哇举凡啊 行李坐卧 各种的姿势 很多人都会有酸痛 就只有一个姿势 他叫做松垮 他就划着走路 对他其实有的有力量 你知道比如说我看到很多健身房的教练 他们会在健身房里面做硬举 你知道吗 就是或者深蹲的动作 可是一回到家里捡个钱弯个腰 动作都是不见得是正确的 也就是说正确的姿势 在健身房里面是被认同的 比如说深蹲这个动作 可是你不见得会用深蹲的概念 从椅子上面站起来 或者是坐下去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除了一个静态的姿势之外 很多人会败在错误的动作模式里面 OK 就是你要有觉察到哪些姿势是正确的 是 对不对 然后我们的行住坐卧可能很多姿势都是错误的 所以才会让我们腰酸背痛 OK 但是你一直提到脊椎的这个重要性 可是我之前其实有听到一种说法说 我们的脊椎能不能够保持这个挺直 其实跟我们的肌肉的关系更大 就是我们都认为说你的脊椎直就是直 可是有些人说你的脊椎会不直 是因为你的肌肉没力量 你的脊椎才会外掉 到底是谁比较重要 其实应该是这么说 骨骼是静态的元件 骨骼哦 脊椎骨它一块一块骨头叠起来的 那以前我们都把它当作是一个积木的概念 事实上不是 它旁边有肌肉筋膜韧带 还有这些我们所谓的软组织 所以骨骼不是最主要的 肌肉决定了它如何排列 所以你看到这个人骨盆前傾啦 腰凹了一个大洞 靠着墙壁有好大的空隙 或者他驼背了 他耳朵跑到肩膀前面了 或者呢 他这个人脊椎歪斜 骨盆歪斜 脊椎侧弯 我们都很想要去矫正那个骨头 那叫做以骨正筋嘛 那事实上 应该有一个另外一个思维 是我们要以筋来正骨 所以我们说整脊整脊 应该这个观念不是那么的正确 也不是 整脊其实它会考量到筋跟骨的概念 其实它动的整脊是整脊椎的关节 它让不能动的关节 卡死的关节能够正常的打开 所以它就比较能够正常的活动跟排列 所以也还是重要的 但是呢整脊是没有办法帮一个躺在整脊床上的人增加他肌肉的功能 懂我意思吗 所以功能必须靠自己练习 而且你刚才说无力 无力只是原因之一 有可能是紧缩 所以它总之就是不平衡 OK 长而松弛的肌肉没力量 短而紧迫 短而又紧缩的肌肉也没力量 所以它整个肌肉都没有力量 所以它就变成是垮掉的状态 那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应该要做那些肌肉的运动 是 所以肌力训练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可是肌力训练其实最难练的是我们人的脑 就是说 其实我光是看一个人从椅子上面站起来 就知道这个人膝盖会不会提早报销 怎么看 因为他站起来的时候 他膝盖就会往内夹一下再打开 我们叫做会关门一下 有的坐下去的时候 膝盖又夹一下才又坐回来 可是他自己没有觉察 假设他自己觉察了 这个习惯也不容易改掉 我只举个例子 再举个例子 所以我说是练习肌肉的同时 你要练习你的脑 对于动作控制的方式 有没有是在创造症状的那个模式呢 举个例子 我们坐直身体把手举高到耳朵旁边 很多人在两只手举高的时候 肩胛骨会往上拉 你举高肩胛骨不会往上拉吗 你不是要肩胛骨往上 你的手才会举高吗 不行不行 比如说我现在你看到 我的耳朵跟肩膀有一定的距离 对不对 当我举手的时候 我这个距离是不能改变小的 不能变成 变没有动 不能变 我就举手就举手 我不能把我的肩胛再耸肩 OK 可是我举例 这个情况在一般肩颈酸痛 以及肩关节有问题的人当中 十个里面有九个半 他一举手就会耸肩 也就是说你的肩关节的障碍 的疼痛跟颈肩的不舒服 有很多是你肩膀属于圆肩的状态 跟耸肩的习性 圆肩就是你的肩膀往前 往前去紧 对因为你打电脑 比如说趴着打嘛 那就是圆肩嘛 对你的肩膀都往前缩的 所以我们要谈脊椎保健 都必须谈到最重要的是 第一个你的知识认知 跟你对于动作的模式 动作的控制 所以它绝对不是你看网络 或者是说 我自己做动作就会了 比如说你要学跑步 我就建议你一定要参加跑团 要参加教练 因为你要边跑边修正 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们很容易就会觉得说 我都知道了 我都不用学 然后我只要练福利挺身 我只要练练一些 网络看的什么 一些肌力训练 你就觉得我症状就会改善 就会觉得很失望 为什么我没改善 很合理 很多健身房的教练 就是说很多下背痛的人当中 但很多人都是有运动习惯的人 所以它并不是说你只要运动就OK了 因为它跟你的意识 觉察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你要觉察到 你现在的这个姿势 到底是会带来酸痛 还是会帮助你去减轻疼痛 对不对 可是你刚才提到光那个举手的动作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 做那种所谓的课肩操 就是那种学校会带着我们做体操 活动筋骨的 然后就会有一个把手往上举 然后大家的肩膀就往上耸 然后就希望能够举到最高最高最高 然后这样画一个圈下来的 对 那样子反而会伤我们的颈椎或脊椎吗 其实应该是说我们肩胛骨那边 你要想象它有一个交叉的束带 往口袋的方向收 所以你的肩关节在活动的时候 你的肩胛骨会活动 可是肩胛骨可以往外打开的活动 可是不能上拉 OK 所以肩胛骨可以活动的 可是它不是一个耸肩的状态 因为你耸肩代表的你在控制肩胛骨 不要上伏的肌肉在睡觉没有功能 然后也代表你提肩膀的 我们叫提肩胛肌上斜方肌 这种提肩膀的肌肉太过于兴奋 而且过于它怎么都我来我来 对活药 对 所以我们是要抑制它什么都要它来 包括很多人腰痛 它其实腹肌都在睡觉 然后背肌都是我来我来 做什么事情都是它来 那意思就是说当身体是属于这种不平衡 这跟大脑神经的控制有关 它的习性有关 那每次都会让过度疲劳的过累 然后不工作怠惰的就不工作 对 所以它并不是单纯练肌力训练就可以了 所以它其实多的是 比如说你看皮拉提斯 它需要很多的觉察 你比如瑜伽也有需要很多的意识 其实这个东西我们比较偏向是身心运动 所以我们做肌力训练是必要的 但是你也要多一点身心训练的概念 所以如果我们说老板问我什么事情 我不知道也不要耸肩是不是 所以耸肩是一个不好的动作 要尽量避免做 对不对 包括耸肩 包括你在桌子上手跨着 然后那个怎么进行 撑着 就是你用手来撑着你的桌子 对 但是身体是放松的 直接让肩挂节撑着 OK 然后包括你洗脸 你可能会脸朝下嘛 对不对 等一下连洗脸的姿势都要讲究 我的天哪 那到底怎么样洗脸是对的呢 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儿回来告诉大家 假日午后新享受 汪永和和你一起用心过生活 哈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Pub Radio 与我汪永和一起用心过生活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用心人物是 郑云龙老师 他最近写了一本书 好姿势救自己 因为自己曾经在19岁的时候 脊椎损伤 然后医生差点都很担心说 你会不会因此而瘫痪 对不对 所以你后来在一系列的 这个复健过程当中 就发现说 这个脊椎的健康真的太重要了 然后就开始研究说 那怎么样可以帮助我们的脊椎来做保健 所以要有好姿势 可是我们一般人都不知道说 原来这些动作的姿势 这样叫坏 这样叫好 包括你说洗脸 都要注意姿势 洗脸不就把身体弯下去 然后水哗啦哗啦喷啦喷吗 这样剑 这样洗吗 其实呢 我们简单的讲一个简单的概念 各位听众朋友 如果你现在方便 你现在站着或坐的 把身体量身高一样的拉直 当你身体量身高拉直 可是不能挺胸夹肩胛 收小腹 什么收下巴都不用 就是拉直 你会发现你这时候 你呼吸是很顺畅 所以这时候你身体有保持 一定很好的脏力 对脊椎很好 可是如果你在洗脸或我们任何时候你垮掉 来各位我们故意垮着做 来一二三来放松 你放松的垮着下来 你只要站着 你只要站着 站着这种三七步啦 或者肚子挺出去的 放松啊 你呼吸就会马上变闷 代表的你的身体是处于一种 自己的体重就创造出压迫的状态 所以我们必须要保持身体一定的脏力 就像汽车停在红绿灯口 你不会熄火 它有一定的运转嘛 那我们来讲洗脸呢 我们在洗脸的时候 你很习惯要脸朝下 才不会把衣服泼湿 对啊 所以你一定会低头 接着你就把胸口往下压 接着就塌下去 这时候你会发现你呼吸很闷 对代表你身体有点像是 你的屁股的下方就是你的双脚 所以你把身体往前的重量在前面 对重心在前面 重心在前面 你的腰椎就承受你上半身的重量 腰椎四五节那一段 那我们比较正确的做法是身体延伸 想像也一样身高 你要呼吸很顺畅 接着你要弯曲 不是以肚子为支点来弯曲 我们一般起脸是以肚脐为中心 对 然后折腰嘛 对对 我们叫做胃无斗蜜 折腰的折腰 事实上你就不可以做折腰 你要做折宽 我们会叫做曲宽 宽宽节 宽宽节就在尺骨 你摸摸你的腹骨勾最底部 不是有尺骨吗 等于说我们大腿最宽的那个地方 对对对对 大腿的最根部 那么你把屁股往后推 你的弯曲点就会在你的髋关节上 就不会在肚脐 所以你就保护你的腰 然后身体就会有该有的脏力 我这样讲 大家觉得很难形容 所以呢你去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一本书不是有个对折线吗 有一个车缝 对对对 车缝线 我们很习惯把肚脐当作我们对折的位置 是 可是事实上那不对 那个对折位置就在你的腰 那腰椎就承受一个很大的压力 有点像你把红豆饼 往前一挤 后面不就会爆僵吗 对 那我们为什么要把腰来当作对折的位置呢 事实上人体对折的位置 就是在髋关节 你去洗脸的动作 你去想象日本女生 量身高站好之后 她们鞠躬会把手放在她的尺骨的位置 然后把屁股往后推 身体往前折 那个对折线就是在髋关节的位置 所以如果以髋为启动 屁股往后推 你的脊椎要弯曲 那是没关系的 最怕就是髋不动 脊椎直接压 所以我们的髋关节 可以承受那样的力量 对 髋关节本身就是用来活动 而且用前腕用的 人类的眼睛展在前面 所以我为什么很重视洗脸 你说洗脸 不是洗一下下 有什么关系 我正想问洗脸 就洗个一两分钟要挺多 对 可是你连洗脸都不对 代表你捡钱的方式不对 你抱小孩的方式不对 你打开冰箱 整理橱柜的方式不对 因为通通都是前腕 代表你端盘子 到桌上的方式都不对 你想想看 你生命中 所有往前腕的动作 都是不对 那么包括你站起来 从椅子上面站起来 你也必须透过 你鞠躬的概念 才站得起来 那是不对的 你稍微鞠躬再站起来 那是对的 对 如果你肢体挺上来 你的膝盖就会往前爆充 那反而对膝盖是不好的 我们也常听到人家讲说 比如说你要捡东西 对 你不要这样弯下去 然后你要蹲下去捡 所以是不是 对 请看我常常上电视节目 那有时候别的专家 只要一讲到这个话题 包括搬众物 他们就说蹲下搬众物 我都不好意思再说话了 事实上不是最聪明的方法 因为你只要蹲下去 膝盖就会超过脚尖 负担全身的重量 超过了一定的角度 然后膝盖又超过脚尖 这时候蹲跟起很伤膝盖 对不对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不要蹲 你可以想象一个画面 有没有看过十岁那幅画 米勒的作品 对 不是有一个十岁的老人吗 老妇人 对 你可以盘察那个左边 你面向那幅画的左手边 那个有两位 他是穿着裙子 可是你看不到他的脚 可是他的背部是蛮漂亮的 他能够去捡到东西 他比较平是不是 背部比较平 他其实是以髋关节为区区 所以如果我们是用髋关节为趋点的话 对 基本上我们弯腰的那个背部 曲线不会拱得很大 不会是像我们这样弯下去 是比较好像拱背的那个感觉 一般人弯下去捡前 所以不要弯腰捡前是对的 那么蹲下去捡前 也比弯腰捡前 对腰来讲好一点 只是伤膝盖 如果你要保护腰 要保护膝盖 你就是膝盖微弯 然后趋宽 就像米勒的那个作品一样的老人家一样 那么错误的捡前 就会像他的背 好像钓鱼竿的那个曲线 会弯弯的 对弯弯的 对拱背的这样的感觉 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屁股的位置 对 简单来讲 我们在做任何动作的时候 你要确认你呼吸对不对 因为在广播节目 我们不能做太多的 不容易做出很多好的教学 就算影片也不容易 就算影片我也不建议 所以你比较建议你觉察自己 你做动作的时候 呼吸顺不顺畅 如果你呼吸 好呼吸就是好姿势 如果你呼吸不顺畅 你要知道自己 这个姿势可能有问题 所以物理治疗师 运动专业的教练 都是在矫正你的姿势的 对 OK 那睡觉的姿势 你说也很重要 是 不过这个部分 我们待会来谈好了 但是我相信 对于听众朋友来讲 大家最常有的一个姿势 其实是打电脑 对 对不对 那打电脑的这个高度 跟我们的坐姿 到底这个之间的关系 应该是怎么样 才是对的 OK 来 我们回到打电脑的姿势 你要想象一下 弹钢琴的钢琴 是怎么弹钢琴 第一个 它的钢琴的键盘 一定会落在 它的手肘的高度 嗯哼 它才能够自由的弹钢琴 嗯 它的手是平的 对 所以它的手腕跟手肘 一定是平的 嗯 第二个重点是 你会发现 弹钢琴的人 它的手肘 一定在在肩关节的正下方 所以也就是说 我坐直身体的时候 你的手肘 不可以到你的肩关节的 前方的位置去 好 应该这么说 你就不能伸展啦 你就不能往前伸啦 其实打电脑 就是不能伸展的 你现在把手啊 等于有点类似 你的这个上臂 到你的手肘的这个下臂 应该是有点 类似90度的概念 对对对对 好 那一般人 我们是把手肘 放在桌面上 是 是 为什么 因为键盘 大家是不习惯用键盘架 键盘抽屉 或者是很多 大部分的公司 然后是没有配备 键盘抽屉 对 所以我们一来 就放桌上了 对 所以你会发现到 我的手肘 是不是要到前面去 对 你现在把手肘 拉到前方 把手往前伸 对 你发现到 你很有重力 往前拉 你把手肘收回来 你把他往前之后 你就很容易趴上去 你把手肘放回来一点 你手肘在肩关节的下方 你就觉得你不会往前趴 所以我们小时候 被妈妈要求 不要趴着吃饭 对 现在都是趴着打电脑 为什么 因为键盘在里面 所以要趴着打电脑 才有饭可以吃 是 才有薪水可以领 所以你问我说 打电脑的坐姿 第一名的杀手级的危害 我讲重话 只要你的键盘 是在桌面上 不是在桌面下的键盘 加上 只要你键盘 是在上面的 你大概30岁以后 就会有头痛 头晕 眼睛干涉 记忆力变差 脖子僵硬 长骨刺 胸闷胃痛 肩脊双痛 高光痛 50肩脖子退化老化 陆续发生 天哪 我一直在点头 一旦发生之后 永远不会改善 只要你的键盘 位置没犯对 就这么简单 因为它破坏了 整个人体力学的结构 可是我们的键盘 跟我们的桌子 因为它一定有一个厚度 对不对 所以我如果键盘 是在我的 一个正确的高度位置的话 那就代表我的桌子 一定要比较低一点才行 所以我刚才讲 键盘抽屉 就是键盘架 它会架在你的桌面下 对 好让它的位置的高度 跟你坐直身体的时候 跟手肘是一样高的 也就是说我们通常 我有一个电脑椅 对不对 你把屁股塞到椅子最里面 之后身体拉直 你要能够 大腿跟身体 大概是95度 所以这时候 你的背要有的靠 好 假设你已经有的靠了 可是你键盘在桌上 你的手肘 就会往前 你就会趴了 对 那个靠就没有用 电脑的椅的架子就不见了 所以你的键盘 一定要靠近你身体 OK 好让你的手肘 不用往前伸 OK 好让你的手腕 不用往前伸 OK 对 那么滑鼠也是啊 你必须放在 跟你的键盘 一样的高度 嗯哼 所以你的 你接下来一定会 那老师 那键盘架 去哪买啊 到处都有哦 OK 然后如果你不方便钻孔的 你可以用夹式的 嗯哼 其实你只要有一个夹子 它就夹着 然后这个键盘就放下面 滑鼠放旁边 然后你要练习 盲打 哦 盲打 就是不要看 不要低头看 对对对 你低头看 你的颈椎 其实也是一直往前的 对对对 很多人他键盘 必须放桌上 是因为他没办法盲打 对啊 我刚才讲这些 都是影响到 影响到颈椎的问题 嗯哼 因为你是一个动作 你把身体趴在桌上 嗯 你的身体一定会驼背 对 驼背之后你的荧幕在前方 所以身体是前颈之后 必须抬头 对 所以你就像骆驼 把头拉出去那个动作 嗯 对 我们叫做乌龟脖 就出来了 对 头就往前伸 对不对 其实啊 我们一般到职场上 看大家打键盘的位置 嗯 大家的头上 肩膀上好像坐了一个小鬼 知道吗 嗯 什么意思 嗯 你看到有时候 人家在看表演 是不是小朋友 会坐在爸爸的脖子上 嗯嗯嗯 就像以前挑扁蛋的人 是不是会让扁蛋 放在肩膀上 是不是要驼背 对 驼背再把头抬起来看路 对 那个知识 就是我们现在在打键盘的知识 哦 所以 嗯 所以你花大钱去买一个 所谓的人体工学的电脑椅 没用的 倒不如花点钱去买键盘架 对 是的 好 这个真的很重要的提醒 而且待会儿回来 我们还要请教这个郑云龙老师 因为郑老师说 连睡觉的睡姿 枕头的挑选 其实都很重要 那要怎么挑怎么睡呢 我们待会儿来继续聊 假日午后 新享受 汪永和和你一起 用心过生活 哈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POP RADIO 由汪永和一起 用心过生活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 这位用心人物 他是一位脊椎保健达人 因为他自己身受 这个脊椎损伤之苦 后来好不容易复健成功呢 他就开始研究说 到底我们的这个脊椎 应该怎么样使用 怎么样保健 那么他最近写了一本书 好姿势救自己 这就是在YouTube上 有很多教学影片的 郑云龙老师 那郑老师告诉大家说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 好多好多的姿势 我们自己都没觉察到 原来是错误的姿势 其实走路 每个人都觉得 我当然会走路啊 可是你说很多人的 走路姿势也是错的 是的 其实很多人的走路姿势 其实最容易出错的 通常是熟年以上 尤其你到医院门口 看很多的长辈 他们因为生病了 所以他是拖着背 弯着腰 然后好像膝关节那里 卡得很紧 所以走路是小碎步 那应该是因为 他们的身体 就没有力量 这样子吧 但是他们从小的习惯 就不对 只是到了年纪大 肌肉流失了之后 就更糟糕了 所以你会发现到 只要走过来 你听得懂 这是谁的脚步声 那代表他走路有问题 因为走路不能踢到地板 不能磨到地板 不能像拖鞋这样 踏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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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踢的走 所以正确的走路 是脚跟着地的 那么我为什么说 有问题是在于说 我们很多人走路的时候 你把他 你就看这个人站姿就知道了 如果他量身高 延伸的站 他呼吸很顺畅 他走路就自然勤快 然后就如同我形容的 脚跟不会踢地板 如果他连站 就是驮着背 然后把肚子顶出去 或屁股外一边 代表他站姿都是松垮的 所以他走路就是松垮 那会有什么结果 我们踩在沙地上 打沙滩排球会很累 因为他没有反作用力给你 那么很可能是 地板是硬的 但是你是一坨沙 这个时候等于是 这个球是泄气的 打下去弹不回来 所以你走路是没有回弹性的 所以你是每走一个步伐 就是一种往下沉的力量 事实上我们要用 轻快的走路方式 专业的说法就是 好像是一种被拎着走 就是要有头悬梁的感觉吗 对 对那种感觉 但是轻微的往上延伸 顶着一本书的感觉 不用真正去顶书 因为书太滑了 或者是那个头发 是被往上拉的 对对 你要练习 你可以找一个 比较不容易滑动 有重量的东西放头上 比如说像一个帽子 然后它有一个东西 你可以放一个小重量 然后你有一种延伸 往上顶的感觉 量身高去走路 你会发现呼吸顺畅 而且很轻快 那才是最好的走路方式 你知道像那个 非洲很多的妇女 他们都把终于顶在头上 她们其实就是 先弄一个小圆环 一个环 放在头上 然后再把那个篓子 这样子放在顶上 你知道吗 要OK吗 很OK 我们的肌膜老师 全世界研究肌膜的 德国一个权威 叫罗伯特斯莱普先生 他特别推崇这种 在非洲人的走路方式 对他还弄成很多的影片 给大家介绍 你看他走路多么的优雅 因为他这时候走路 是用全身筋膜的弹性 在走路 不是用一块肌肉在走路 对 你想到这就让我想到 因为我去非洲采访过 所以我看到那一 妇人走路的时候 你会觉得 虽然他们头上顶的东西 可是他们的走路 是有弹性的那个感觉 对而且轻盈的 对 甚至于后面背个小孩 有没有 头上还打了一大堆重物 对 所以他就不是用 单一肌肉在走路 不是用什么所谓的 臀中肌 臀大肌什么 他只是用一个 全身的张力 所以我比较建议大家 身高 所以我们才能讲 立如松 行如风 坐如钟 卧要如躬 那这事上就是 让你的延伸的概念 用在行立坐卧当中 好 可是卧如躬 那就是要我们 躬着身子睡觉啦 对 那个躬啊 不像是弓箭 让你的身体像一个 弯的 瞎子这样 它其实是 那个躬指的是 髋关节跟膝关节的弯曲 的那个躬 所以脊椎还是要延伸 对 等于是大腿跟小腿 你可以曲着你的髋关节 就是大腿的根部 那你可以弯曲 膝盖可以弯曲 那么你的养睡 这是指侧睡的时候 那么养睡的时候 就必须跟你 量身高的状态一样 所以养睡比较重视枕头 侧睡也重视枕头的高度 所以以睡觉这件事情 跟站姿有点不一样 站姿走路 也很重视你的意识 可是你睡着了 你必须靠 那个人体工学的环境 来把你撑起来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个画面 我们现在的很多人的枕头 其实都是不对的 你看 我们在量身高的时候 身体拉直的时候 你的脖子后方 如果是靠近墙壁 它是有空隙的 对 而且每个人胸膛 后膀不一样 你把身体量身高 去靠在一个柱子上 然后只要你量身高 你会发现你的后脑袋跟脖子 那个空隙 对 其实那个空隙 你把它拍照下来 就是你养睡枕头 应该把你撑住的空间 对 其实他们说枕头枕头 应该不是枕头 对 是要枕脖子 对 因为你的脖子那边有一个曲度 那个空间要把它填起来 我在教学的时候 我就会让每个人去拍下那个弧度 你会发现到有的长辈 因为他可能胸膛比较厚又驼背了 然后头就变成像耳朵 跑到肩膀前面 那他的空隙就好大 可是有的女生呢 他后面大概只有一根手指头的空隙 在他后脑勺里面 所以你发现到两个人 如果睡同一个枕头 其中一个一定会被拉起来 或者是额头 躺平的时候额头会高于下巴 那这时候你呼吸就闷了 可是有人不自觉就经常这样睡 等于他找了一个 不是符合他人体工学的枕头 所以不要太相信 那个有的在电视上讲说 这个枕头是人体工学的 大家都试用 没有这回事 人体工学是每个人都不一样 人体工学的这个角度不一样 对不对 那但是问题是说 有些的枕头 它的最厚的厚度也就只到那儿啊 那怎么办呢 是没错 你讲的就是关键 所以我们在躺平的时候 其实我们通常用了 因为有支撑脖子比较多 流行的是人体工学的那种记忆枕 所以其实在躺下来之后 如果你不想换枕头 你先量身高深呼吸 然后把你 我教大家怎么挑枕头好了 你先躺下来之后 把所有的枕头都放在你的肩膀正下方 一个一个是 来一个呼吸最顺 那如果遇到那个最顺的 你再叫旁边人帮你看一下 有可能你在躺平的时候 额头是高于下巴的 这时候怎么办 代表你的后脑勺的下方太高了 所以你就要把枕头反过来 拉链拉开 捏掉一点记忆枕 就捏掉不要客气 因为它是背面 它就会下降高度 你再放下来就会比较顺了 所以我们正躺 就仰躺的时候 额头跟下巴要在一个平面 对对对 不能是额头高于下巴 或者下巴凸起来 高于额头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那但是 但是至于那个厚度 是由呼吸来决定的 这样就很科学了 对对 那养睡比较容易 也就是说 我鼓励大家在自由的 最好的枕头上面 最适合的枕头上面 做加工 你如果你不够 就贴一条毛巾嘛 用透气胶带 贴一条小手帕 你就发现感觉就不一样了 OK 甚至于呢 我们有同学呢 是拿那个 那个 那叫 保鲜膜 保鲜膜的那个 里面的那个杆子 那个圆圆的 圆圆的那个质杆子 把它贴在脖子的位置的正下方 就记忆整个正下方 然后有一个 撑起来的高度是不是 他会觉得 哇这样子很舒服 其实你可以自己决定 反正就是呼吸最顺的 通常八九不离死 可是问题是 你知道我们的人的头是有重量了 所以你现在睡下去 你感觉舒服 睡一睡 他可能就凹陷下去了 对不对 那这个部分怎么办 所以我就说 一定要以躺下去为实际粒子 以实际的感觉 而不能用看的 因为 所以我说 你不同的枕头都拿过来 放放看 你呼吸最顺的 就是你躺下去 头的重量下去的那个位置 我的意思是说 我刚躺下去一分钟 可能跟我躺下去 睡了两个钟头之后的 那个又不一样了 对不对 所以那个跟我们材料有关 所以好的材料 躺下去的样子 跟你久的样子 是不会变化太大的 对 现在有很多啊 什么就想讲的记忆诊啦 或者是羽毛诊啦 或者是这个锯子纤维诊啦 是 或者是所谓的这个棉花啦 对不对 那你有知道哪些的支撑性 真的最好吗 我记我建议啦 因为就算是记忆诊 他也有跟他配方有关 他有时候按下去 他很快就回弹 对 有的时候要隔个几秒 那通常来讲密度要够 所以要叫厂商给你看密度够不够 密度的数字要越高越好 那就是回弹力越好 也不是越高越好 就是大概在80D到100D左右 那现在一般枕头很多 比较很便宜的 大概只有30D 那就是你陷下去以后就很难回来 所以大概60到90左右的那个 60到90D的硬度是比较适合的 那有些是你一摸 他一马上就回弹嘛 所以其实你可以感觉那个质感 他最好不要那么容易变形 所以他外面给你看到一个 人体工具的弧度是假的 因为你下去什么都没有了 他就是平的 等一下 所以到底要按下去马上回弹好 还是不要马上回弹 大概要大概3秒到5秒的回弹 不能马上 马上回弹到把他密度太不够了 对 OK 就没有一种记忆的概念 OK 对 所以枕头的挑选也很有学问 那最好是测睡还是养睡还是塌睡 养睡为主 测睡其次 人一定会翻来翻去 我很少看到 或者他真的体质非常好 背部循环很好 很好的人就不用测睡 一般背部循环不好的人 都会再测翻这几次 那是合理的 甚至遇到十几次都是合理的 但是很重要的地方是说 你在测睡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你要测睡的时候 不要让耳朵跟鸡毛挤在一起 又不要耸肩 对 不要测睡的时候是挤在 而且身体是测趴 所以正测 什么叫测趴 测睡 你可以想象 当我整个人 190度测躺的时候 叫测睡 就只有单边 碰到床 这时候 比如我右测睡 我的耳朵跟肩膀的这个侧面的距离 必须被枕头称高 那么正测睡的时候 你的下面这只手可以转往外拉一点 所以那是一个很好的测睡 可是什么叫测趴呢 是他上面那只手再往右 比如说右测睡 上面那只手再往右边再转过去 然后骨盆又再歪过去 就整个人就是旋扭的 就是你的骨盆 不要让它转那么大的角度 对不对 那如果不要转那么大的角度 就中间夹个枕头 应该就OK 比较好吗 很多这样教啦 这样也没有不对啦 但是睡到一半 你就会发现 踢不到哪里去了 所以你在测睡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到 你两侧 你有测睡习惯的人 养睡跟测睡都会 你两侧的枕头要比较高 OK 所以你可以在 你可以在你的两侧的枕头的底部 垫一本书 你可以发现它会变高 好 所以连睡觉都有这么大的学问在里头 所以郑老师这本书 好姿势就自己 里头就有很多实用的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很多你必须做的动作 那到底怎么做 才正确的一些说明 甚至是图解 好 今天真的非常感谢郑老师 利用这个一个钟头的时间 来告诉我们怎么样 可以做好我们自己的脊椎保健工作 谢谢郑老师 你的分享 谢谢你 谢谢 好 也谢谢听众朋友们 您的收听 不要忘记 我们下周日中午12点钟 王永和继续 您快